明朝锦太年间换官专权 在京城设立十二间十三库四四八局和二十四衙门 全清朝野 其中已由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 最为嚣张跋扈 东厂为了对付疫情 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的一批凶悍死士 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 秘密加以严格训练 自 ٰ国大会 你 骆 七 来 走 冬场又设有军器部 专室设计 各类星影杀人力气 更利用死球做实验 放开我 赐天蓝的狗贼 杀着 不得好死 裂刀 我是朝廷命官 你们不能随便杀人 是你 五蝶射雕尽 全身防空间 大太监曹少钦自认东厂都宫 上邪天子下令百官独揽大权 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 一心建立东厂王朝 曹少钦在东厂私设公堂 稽查朝官名情 凡有敢于对抗者 即刻抓住东厂酷刑致死 世人说起东厂 谈虎色变 腥风鞋雨 笼罩着大明天下 他是什么人 禀都宫 他就是兵部尚书杨雨轩 犯了什么事 杨雨轩四月出发 向皇上承交一封剑书 摊合东厂 请求圣上关闭东厂 横伴都宫 禀都宫 杨雨轩的剑书在此 杨大人 呸 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 我们东厂太监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你这样谗言无告 和我作对你不怕掉脑袋吗 皇冠不可参政 是明太祖遗训 你们私设公堂 滥杀忠良 独残生灵 还敢蒙蔽皇上 天理难容 还最硬 行行 杨雨轩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交出兵权 我就饶你不死了 你们这群乱臣燕党 无作非为 没有皇上的手艺 休想我 交出兵权 要圣旨 来人哪 咱们给他写一张 曹少天 你 你竟敢冒充圣上 要舌头自尽了 杨雨轩官居一品 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 对皇上才好交代 屯兵关外图谋造反 免儿一早拉出去斩首 遵命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犯官兵部尚书 杨雨轩囤兵关外图谋造反 皇上有旨 武时斩首行刑 钦此